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8年经历大地震四川 昨天再受到7级大地震重创 死伤人数不断增加 地震发生在昨天早8.02分 震央位于雅安市、廬山苑、隆门乡 震源深度13公里 距离上次文川大地震 只有大约100公里 之后还发生超过600次余震 其中两次强度高达5级 重灾区隆门乡几乎灭村 9成9的房屋塌 当局出动超过6000个士兵救灾 但入灾区的山路崎嶼 又被塌下来的大石阻住 令救援更加困难 露山远城都一样 变成废墟 14万人同室家园 但不及失去家园之痛 这位妈妈死与出生不久的BB 都被救出那一刻都不放手 可惜BB最后死在妈妈怀中 而16岁的军军 地震发生时还睡着 64岁的妈妈走得了 但旁边的屋塌下来 就压死了孙儿子 更加有人要用拖拉机当做临时棺材 暂时安放遇难亲人的围体 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汪洋 已到灾区隆门乡指挥救人 四川雅安市是古代思路必经之地 又是保护国保大熊猫基地 镇央劳山远更加有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 住了12万人 四川本身亦有很多港人旅游 香港现在有6个团合共130人在当地 全部安全 永安、康泰、东宁游 都取消这两天出发的四川团 五团友可以转团或保留团费 不过关键旅游 今早一个狗宅沟团就如期出发 又退不到钱 令到有团友好不满